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122集 区区四星初起的魔兽自然不入真妮的法眼 但是很奇怪 一个四星的魔兽怎么敢对身为五星斗地的真妮发起攻击呢 真妮一伙间森林中点点绿光亮起 一条条绿蛇蜿蜒冲出 前扑后继扑向真妮 身为魔兽品阶之分非常明确 一般不敢轻易攻击高解 但真妮只身一人而绿蛇数量众多 饥渴之下毫不犹豫地发起了攻击 森林中的细微声响传入真妮耳中 真妮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手印一变平淡无奇没有丝毫异强之处 但万千万藤却横空而出 交织成天罗地网 所有绿蛇无一漏网 均被牢牢捆绑 真妮没有过多纠缠 身影迅速离去 过了一会儿 尘埃吹尽 淡淡光泽渐渐淡去 天罗地网消失不见 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绿蛇恢复了自由 却早不见了猎物踪影 飞池中 一处泥塘恶臭熏天 突然响起阵阵金属颤音 仿佛有人摇动铜钟 顿时有青铜钟声传出 珍妮心中一紧 玉手流转出点点光滑 似乎宁有佛运 虚空拍出 轰然一声 一条巨大的魔兽倒飞而回 全身临甲漆黑如墨 随移动金铁交加之声 络绎不绝 是闪电墨铁兽 四星巅峰 身形虽大 却异常灵活 珍妮袖眉微皱 玉手一变 十二面绿叶盘旋飞出 晶莹闪闪 如绿玛瑙般剔透 紧接着双手手印速变 绿叶一化二 二化四 四化八 成百化千 成千上万 碧绿遮天碧日 绿霞样出 无尽蓬勃 生机在流转 无尽生机落在 闪电墨铁兽眼中 却不亚于死神降临 闪电墨铁兽 见识不妙 转身就想跑 可是迟了 晶莹欲滴 如水晶般透亮的绿叶 包裹了闪电墨铁兽 仿佛饱受风装洗礼 历经时间魔力 闪电墨铁兽 全身发出了 咔嚓咔嚓的声响 带到绿叶退进 闪电墨铁兽 全身枯萎 已然失去了生机 奄奄一息 要是硝烟等人在这里 一定会大吃一惊 从来没见过珍妮出手 没想到威力如此恐怖 珍妮身份高贵 商盟有坐拥天下财富 富可敌国 珍妮无论高阶斗技 还是其他奇珍异宝 都远非寻常人可比 这也是为什么 她仅仅五星初期斗地的实力 但是出手凌厉 伤害惊人的原因 尽管举手投足间 退绿蛇 回闪电墨铁兽 但是珍妮却没有任何的开心 反而眉头锁得更紧了 她心中焦急 前路茫茫 不知有多远 而魔兽横生 要浪费她很多的时间 或许只有这样了 珍妮想想 手上一闪 一个晶莹透亮的头骨 出现在掌中 头骨不大 呈菱形 不知为何种魔兽所有 却光芒流转 使其周围都沐浴在一片 神圣祥和的光芒中 珍妮运斗器注入头骨 顿时 白骨禅音响彻无比浩大 敌尽污垢洗尽凡尘 天地六合皆在颤动 柔和的光辉也更加明亮起来 灿灿照耀着四周 光芒所致 无形的高阶魔手威压 弥漫了方圆千里 周围齐刷刷响起一片 惊慌失措之声 而后 一切归于寂静 这蝉钻天角兽骨 竟然这么好用 珍妮也是第一次使用 不由惊叹 露出了微笑 缠钻天角兽 七星初期魔兽 实力在七星魔兽中 属于垫底 但是旗鼓闻风自鸣 若灌入斗器 便会散发无形威压 对低节魔兽 有极大的震慑力 珍妮也是兽人所赠 并没有使用过 由古壁 与缠钻天角兽头鼓开路 珍妮一路畅行无阻 几天之后 便到了霄岩所进空间附近 珍妮所在数百米之远 正是霄岩等人 所进的古老祭坛 逍遥正焦急地来回踱步 而珍妮却丝毫没有发现 逍遥的存在 祭坛之外 光波荡漾 内外隔绝 逍遥与珍妮相隔之近 却互不能见 这幻境不知为何人所创 又或者是天然形成 竟自成空间 珍妮沿着血气感应的轨迹前进 可以确定 萧妮就在这附近 但是她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唯有汪洋大海一般的绿色 覆盖了整片区域 前面树依然是树 雾气也依然是雾气 并没有丝毫的不一样 四处寻找 珍妮的身影在附近转了上千次 但萧妮依然不知所踪 珍妮秀美的脸上 冷汗一滴一滴地 顺着洁白的脖梗滑落 心情渐渐烦躁起来 血气的感应绝对没有错 但是为什么找不到 为什么 莫非萧妮出了什么意外 珍妮心乱如麻 失去了往日的镇定 心烦意乱之下 珍妮随手一掌挥出 发泄心中的焦虑 寒暮之下掌声如雷 使得空旷的大地都摇动了起来 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奔腾 又像是有怒海狂涛在汹涌 这一掌刚好轰在祭坛的护照上 护照光波亮起 仅仅一瞬间 漫天的毒物全部消失 无尽的乳白色能量 彻底覆盖了天穷 与珍妮的斗气抗衡 一切发生在瞬间 只昙花一现 谷内又恢复了宁静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护照又隐而不见 只有满地的狼藉 证明着刚才的斗气碰撞 倒飞而出的珍妮大吃一惊 嘴角浸出点点鲜血 却反忧为喜 原来此地自成空间 难怪自己百寻不到 可刚才一击之下 珍妮却反正受伤 很显然 这护照不是自己的实力能够破掉的 想到这里 珍妮的神情瞬间大变 背齿一咬双掌连辉 轰击向护照的方向 期盼着那一丝的奇迹 奇迹并没有眷顾珍妮 尽管珍妮拼尽全力 斗气宛如风暴滔天 护照却毅然不动 水波一如既往的荡漾 却没有丝毫的暗淡 硝烟的气息如此至今 但是一照之隔如天涯海角 珍妮惨笑一声 忍住护照的反正力 斗气不要命地轰出 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所谓关心则乱 平时冷静镇定的珍妮 此时明显乱了心智 她只知道硝烟遇到了危险 是大危险 但她却没有注意到 之前心里那一阵一阵 出现的丝痛 已然没有再出现过 而且她也没有去细想 如果硝烟真的死了 她的血气在硝烟那里 她现在还能活着吗 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硝烟就在护照里面的空间里 正在经历生死折磨 她要哄开这个护照 她要和他在一起 死也要在一起 她一个劲地攻击着护照 一次又一次绝望地攻击着 似是在发泄心中的悔恨 眼泪早已铺满了面颊 护照的能量似乎被珍妮的连续轰炸 完全激活了 层层涟漪荡漾出的能量风暴 如闷雷般在哄响 整片大地似乎都在为之震动 珍妮整个身躯 直接被这能量风暴抛飞 鲜血狂喷 血液混合着绝望的泪水 在半空中溅起多多星红的花朵 不能陪伴心爱的人一起经历生死 是她此时最大的遗憾 伤势不足以致命 但失去了希望 心已经陨落 萧妮 珍妮喃喃低语 泪如泉涌 近乎完美的郊区 在半空无力坠落 萧少 在看什么呢 幻境中 见萧妮望向天空 久久没有反应 岳少龙出声关心询问 萧妮疑惑地收回了眼光 摇了摇头 刚才似乎有所感应 但是静下心来 却是一片迷糊 仿佛雾中看花 水中捞月 隐约但没有答案 血气的签订 奉献契纪约者 感应会比主契约者更强 因为生死都掌控在对方手中 所以更为敏感 何况珍妮身为女人 在预感方面 女人永远远比男人更有直觉 因此萧妮并没有察觉出是 珍妮已经到来 哦 没事 我们走吧 萧妮出声招呼众人 众人见萧妮没有解释 也不好多问 默默起身 跟随在萧妮身后 穿过长长的尘路 踏过宽阔的护城河 萧妮等人不禁惊叹 这古城堡城中有城 环环相扣 高处入天 似乎没有尽头 哎 那是什么 踏上一座残破的瞭望台 孝战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 三座堡垒 堡垒在触天的城墙之中 被云雾缭绕 但仍依稀可见 其异常雄伟的身姿 三座堡垒成阶梯状分布 最小的一座 也远非古城堡 其他堡垒可比 嗯 紫影凝目而视 突然他眼睛亮了起来 莫菲 是这个幻境的真正主宝 嗯 很有可能 月少龙凝神细看 观其地形如虎巨雄关 三座堡垒刚好处于虎头位置 观其气势 气吞天下 威压厚重 如泰山压顶 观其神韵 隐约如猙獰的恶魔 或是执掌千军万马 手握生杀大权的主帅 让人心计呀 三者合一 的确有君临天下之威呀 南尔明和风暴纷纷点头 觉得月少龙所言有理 表示赞同 这样说来 天火和灵印两大奇物 就在前面咯 风暴兴奋起来 斗地大陆 能见奇物者寥寥无几 能亲眼看到双奇同学 更是闻所未闻 自己等人竟然有机会目睹奇迹 怎么可能不激动 萧炎也是迫不及待 率众人越上半空 飞向最前面的一座堡垒 越靠近堡垒 萧炎等人的神情 就变得越凝重 之前一路走来 魔兽袭击不断 可如今却太过安静 安静地让人觉得蹊跷 安静地让人 有些毛骨悚然 萧炎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啊 风暴心里有些打鼓 难难低语 是啊 太平静了 大家都小心点 相互不要离得太远 月少龙开口 眉头紧锁 种种迹象表明 此地过于诡异 要么 有非常强大的魔兽作证 要么 就是这幻境之地 唯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我们已经通过了危险的区域 姿影轻力动人 镇定地分析着 不过 虽然理想的状况是后者 但我宁愿相信前者 与其祈求这里是幻境中 仅有的一片狭小净土 还不如希望这里的坐镇者 不要过于变态 比较实在 孝战苦笑道 一直到达堡垒门口 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不测 萧炎等人的心情 更加忐忑不安 此时就宛如暴风雨前的宁静 雷电风暴 似乎随时都会骤人而来 堡垒大门紧闭 高树千丈 乃黑金铁金所住 两边城墙仰望上去 仿佛延伸进苍穹 通向未知之地 整个堡垒没有过多的装饰 唯有大门上面 铭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 透着一股 无形的威压和神秘 萧炎等人上前仔细辨认 却完全看不懂 宛如天文 孝战上前敲了一下铁门 低沉的声音 归响在空旷的广场 四周依然死一般的寂静 这也太邪门了吧 孝战嘀咕着 觉得这一切太不可思议 我看哪 是这些天提心吊胆多了 就老一神一鬼的 月少龙开玩笑道 想缓冲一下压抑的气氛 话音刚落 突然 轰隆隆的声音徐徐响起 如钟声悠扬 声音浩大庄严 黑金铁金锁住的铁门 竟缓缓打开 带起一阵迷天的灰尘 大门打开的金属摩擦声 吱嘎而响 刺激着每个人的耳膜 沉灭烟消 露出一座宽敞的黑石大殿 高耸入云的巨柱上 是连天的图腾 图腾之上 刻满无数玄奥的符文 大殿之上站立着一道黑影 周身雾气翻滚 模糊不清 风暴一挥手 一阵狂风卷起 雾气如滔滔波浪 向两边分开 映入硝烟等人眼帘的 是一对庞大的翅膀 翅膀开始动了 轻轻舞动间 山西阵阵阵暴风 底巨阵阵阵暴风